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好 这里是小民之心 这些天不断有关于中美贸易谈判的消息传来 可能是出于稳定市场的需要 中美双方都对外来谈判表示乐观 不久前结束的中美第五次谈判 双方分别公布了谈判的结果 中方声称圆满结束了与美国的谈判 并为解决双方关注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基础 至于美国方面 尚且在谈判期间 中美双方就贸易谈判的结果还未公布之时 川普就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中美贸易谈判进展的非常顺利 不过从最近几日流露出的消息来看 实际的情况 可能与双方表面的姿态大相径庭 美国有位参议员 他表示 在上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 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并未看到在结构性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 一大堆重要的议题悬而未决 包括强迫技术转让 保护知产权 网络侵略 网络盗窃等等等等 实际上美国的代表团是不得不打道回府的 显然习近平在安安庭峰会上 对川普的那些允诺 可能只是习近平逢场作戏信口开河 中共高层很可能并没有在这些问题上做过认真的规划 不过这位参议员还表示 在他看来 中国的经济正处在困境 中美网络谈判有机会取得进展 类似的观点 川普也表示过多次 很有可能也正是基于这一点 川普和一些美国的政要认为 中共可能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 接受美国的条件 当然 美国实际上也做了另一手准备 根据英国路透社的最新消息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开始为3月2日 继续提升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做好了准备 并向国会议员承诺届时将允许美国企业申请豁免 在路透社的这篇报道中 他们披露了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给一位参议员的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莱特希泽谈到了相关的问题 莱特希泽的这封信说明 白宫已经在为中美贸易谈判的破裂做准备 一个更加重要的信号是 美国的副总统彭斯 在美国国务院举办的驻外使节会议上 再次警告中共 彭斯说 中共在新年来经常选择一条无视法律和规范的道路 而这些法律和规范是全球半个多世纪以来维持安全和繁荣的基石 美国对此视而不见的日子已经不复存在 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给予中共警告 彭斯还说 美国已经准备好施加更多的关税 直到中国做出急需的结构性改革 从美国这些正要的表态可以看出 如果中共没有做出结构性的改革 这一次的中美贸易战几乎没有停止的可能性 中共方面已经报道 负责贸易谈判的副总理刘鹤将于1月30日访问华盛顿 展开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期两天的谈判 川普再次对美中两国达成贸易协议表示乐观 称美国同中国的贸易协议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但在另一方面 川普又否认他正在考虑解除对中国产品价值的关税 稍早有传言说 美国可能会转化对华贸易政策的立场 停止对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 川普的这个表态 无疑就是针对外界的这些传言 同时美国的财政部官员也否认 媒体有关财政部长正在考虑 取消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消息 另外英国路透社在前天还披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美国正在寻求让中方接受 美国要对中共承诺的贸易改革的进展 进行定期的审查和评估的要求 并以此作为双方达成贸易协定的基本条件 美方同时还提出 如果美国认为中国违反了协议 将可能再次采取对华关税措施 事实上中美在北京的最新一次谈判结束后 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就曾经特别提到过 美中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都需要全面落实 包括连续的检查和有效的执行 这就意味着美国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中共的诚信问题 即使签锁了协议也不一定能够得到落实 为此美国要定期的检查作业 如果中共的作业不合格 美国随时还会采取惩罚措施 甚至有媒体猜测 即使双方达成了协议 美国也不会完全取消对中共的关税措施 路透书的这篇报道还说 中美当前的谈判重新聚焦于定期评估 这一次还附带有关税威胁 凸显出两国之间日益加深的不信任 一般来说贸易协定签订之后 还要附带执行核查程序 这是很少见的事情 这类似于诸如朝鲜伊朗等国家 实施惩罚性经济制裁的程序 应该说这个条款可能会让中共当局 感到他们被冒犯了 路透社的这篇报道甚至认为 美国贸易战的深度与诉求目标 以非签署传统的双边贸易协定 反而更像是寻求彻底制裁中国 路透社的这个解读可能有些夸大其词 对中共做出的承诺进行核查 这还不能算是惩罚措施 关键的问题是 中共未必同意美国的这个要求 如此将导致中共无法继续欺骗美国 毕竟中共不再公开和美国针锋相对 不再叫嚷以牙还牙 那是因为中共的财政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中共是不得已在和美国进行周旋 从本质上中共是不会改变的 假如中共还能再欺骗美国几年 那国际力量的对比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从中共这方面看 中美贸易战的情况 显然被中共的官方媒体在有意的淡化 中共高层似乎只有刘鹤一个人 在应对这场贸易战 习近平近来很少直接表态 三个月的缓冲期已经过去了一多半 习近平他不可能高枕无忧 值得注意的是 习近平在新年开始不久 突然来到了雄南新区 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习近平在雄南新区说 我们建设雄南新区 需要各类企业共同参与 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企业 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北京的企业 都要把握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把握住历史机遇 做民族复兴改革创新的弄潮 而创造新的辉煌业绩 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习近平这是显然在煽动 企业界投资雄南 就像当年投资深圳那样 据报道 这是习近平第二次来到雄南 距离他第一次来雄南 已经两年多了 应该说 在这个时候 习近平来到雄南 背景肯定不简单 习近平一开始就把雄南定位为千年大忌 然而在一阵震耳的口号之后 雄南似乎就沉寂了下来 这次习近平突然想到了雄南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习近平可能也在考虑 在中美贸易战无法停止的情况下 中国经济的出炉 也就是说 习近平也对贸易谈判 能够达成协议 没有任何把握 我们知道 中国的经济在急剧的走下坡路 按照去年年末 任大教授向松做的说法 中国的经济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停滞 GDP的增速只有1%左右 甚至是负数 从各种报道来看 目前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 都出现了问题 特别是消费出现了严重的降级 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汽车的销量大减 而对外贸易的情况也很是不妙 今年不少地区和国家都达成了新的贸易协定 实现了零关税 比如美国和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新协定 日本主导的新环太平洋协议 日本和欧盟的新协定 中国大有被世界主要经济区排斥出来的可能性 更何况 美国的独玩条款 还有可能在其他地区被推行 如果中国对美贸易不能够正常恢复 那么中国的外贸形势可能会发生逆转 要不了几年就会从整体上的顺差变成逆差 从目前来看 中共似乎又回到了老路上 那就是继续加大基础建设的投资刺激经济 在这个时候 习近平来到了雄安 极有可能是想把雄安制造成一个新的投资热点 习近平说 都要把握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把握住历史机遇 创造新的辉煌业绩 应该就有这个意思 尽管到现在为止 雄安的定位外界也并不是很清楚 但是不排除在习近平的强迫命令之下 北京和河北以及其他省份 在雄安会投下巨资 雄安是否能够实现习近平的千年大计 我们无法预料 但至少他可以消耗掉一大部分钢铁和水泥的产能 拉动一点GDP的增长 在当前的大背景下 习近平来到雄安 无论如何 都和这场贸易战难脱干系 只不过 习近平在中共高层的权威 到底还存在多少 可能还是一个问题 雄安的情况 也未必能够如习近平所愿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 今年一开始 习近平就再次会见了金三胖 关于中共和金三胖的勾结 外界都有所关注 特别是金三胖连续会见习近平的用意所在 我们也应该分析一下 习近平为何如此乐意会见金三胖 这其中是否会存在着某些特殊的因素呢 习近平大老个人崇拜 进行疯狂的舆论控制 固然有文革和毛泽东的历史的影响 但是也很难说 就没有朝鲜和金三胖 对习近平现实的影响 这些年来 习近平不断的倒行逆施 说他向朝鲜学习也并不为过 很有可能 金三胖的存在 增加了习近平继续统治中国的信心 增加了习近平和美国经济对抗的信心 毕竟朝鲜那么穷 金三胖都能统治下去 中国无论如何也比朝鲜富裕多了 美国政要认为 中国的经济正处在困境之中 中共将不得不在贸易谈判中做出重大的让步 很有可能 这是美国的政要对中共的一种错误的理解 美国的政要们还在用一个正常国家的逻辑来理解中共 美国政要可能都注意到了 在朝鲜去核的问题上 习近平对金三胖的负面影响 其实也应该关注一下 在中国的贸易问题上 金三胖对习近平的影响 马上就要到一月底了 中美贸易谈判的三个月的缓冲期 就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到三月初 中美关系的事态就会彻底明朗 未来如何 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 谢谢各位 再见 我们不要评论一下 我们可以评论一下 我们一定要评论一下 每个人都会有点 最后要论一下 我们不评论一下 我们评论一下 那就不评论一下 我们不评论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